人間四月天 一抹佛羅倫斯宏的歌 對 第三代的Range Rover Sport 外型上啊 因為我們現在手把其實是 剛剛下車的時候 它已經 隱藏是手把 但是它是推開的 對 那當然來到台灣 它有兩個動力規格 對 有D300 有P400 那其實就是除了 引擎跟動力的差異之外 其他的配備都是一樣的 對 但是我們今天試駕車呢 它的輪圈升級到23吋 標配21吋 對 在視覺上啊 你會覺得 它的那個運動感 就是好像感覺更協調 路感上有沒有什麼差異呢 第三代的Range Rover Sport 我們來感受一下它 綜藝你有沒有看過Range Rover Sport的廣告 有 我覺得它那個廣告 我有被touch到 你知道它是在冰島的那個大水壩 對 然後它逆爭上游啊 我小時候看偉人的傳記 只有看到魚逆爭上游 你就會當偉人 它是這一台車逆爭上游 你知道它那個水壩啊 高90公尺 它那個如果一旦失去的循跡性 它是整個會被沖下去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Jaguar Renovo啊 他們真的很有自信 而且你知道那水壩啊 它這個長度有294公尺 高90公尺 就是它整個水要沖下來 要有750噸耶 真的 你看很誇張耶 很誇張的挑戰 像我現在全部切到賽道模式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 Ingenius 就是直列六缸喔 3.0 3.0升的渦輪引進 升浪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它就會展現出一種 很低頻的咆哮聲 這個咆哮聲其實是悅耳的 它不會讓你覺得不舒服 那你看在這種 荒野起伏的路上 高地起伏有耶 對不對 它的貼地性還是很好 尤其這一台車呢 我覺得 它的M-L A-Flex的這個平台啊 它的剛性 已經比過去提升了五成 然後它比上一代的 Rangelo V12 提升了35% 你看像我們現在在過彎 你可以感覺到側傾 可是我也感覺到 可是它的側傾呢 它基本上不會讓你覺得晃動 它是會讓你感覺到 有一些些的傾側的感覺 但是它基本上是懸吊 hold得住的狀態 而且 行跡沒有掉 沒有掉 而且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待會換你開 你就能夠感覺的明顯 它方向盤的那個回饋力道啊 它是很明顯的減少 它就會讓你覺得 路感變得更清晰 還有因為剛剛德哥有特別提到了 我們今天試駕的這一台 它在輪圈的配置上 已經來到23吋 對 所以比明明40 它確實是比較運動化的設定 對 而且你知道有一個特色就是 這一台車呢 它本身還有一個 7.3度的主動後輪轉向 其實不管是電動車或休旅車 越大越沉重 對於那種操控性來講 就是你有了這個配備呢 它彷彿就是省兵力氣 運動性上 它馬力400匹 然後扭力呢 56公斤米 可是你覺得對應這一台車啊 兩噸多的車喔 它不會讓你覺得 有任何的遲疑 或是沉重的感覺 它反而能夠展現那種 靈活跟刁鑽 而且我覺得 我很喜歡的是它的加速性 它在全油門的時候啊 0到100 5.7秒 其實在待會要換你開之前呢 再容我享受一下 它那一種爭上彎道的感覺 就是你在 你現在聽到它輪胎艾名 可是它還沒到極限喔 對 所以它還是有樂趣 對 剛剛在山區呢 德哥是開的 可以比較激情一點 對 那我們回到它的舒適 我覺得這台車 因為400匹的動力 說真的也很夠用了 然後它的各項配備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 無論是D300或是P400 基本的配備都幾乎一樣 所以你看 就是在車室內 今天我們看到了 這種淺雲灰 搭配檀木黑 對 很不錯 方向盤的右邊 我們可以設定的 除了ACC 除了有AEB 除了有盲點偵測 有360度的環景 再加上了 停車輔助 停車輔助 以及後方除了有 橫向車流警示之外 它也有 碰撞的 煞車 像這個4x4的資訊 你看 我現在知道我前面是一個 大概傾斜多少度的角度 我們剛剛在山上 海拔就會高一點 對吧 然後我的車子現在呈現的 情況是如何 然後涉水感測 或是可以設定的一些地氣反應 通通都有 以及我們回來看到了 這個360度的環景 它也可以結合 你有沒有在Off-Road 你今天是要越野 還是我今天是在一般道路環境 我只要看清楚四周就好了 對 還有透視底盤 在賽道的模式下 譬如說好 我們現在把它調整到賽道 嗯 你會發現你一表馬上變好 然後你的抬頭顯示器的功能也改變 對 然後我們後面你看 我如果後面 對 行李空間雖然已經是 600多公升 對 也很夠用了 但萬一 你今天真的堆高了好多行李 我透過這個電子後視鏡 ClearSide 後面的巨像很清楚 我們再繼續聊 地球王機線從電視螢幕飆上官網了 全球第一首車輸報導 年底Toyota的全球 這是樹立道 我們現在試駕了就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要選擇你也看不到吧 台下有門 地球王機線邀您一起上線